52岁张玉燕和50岁肖强近照对比,网友,没打针的脸就是好看。 大家还记得张玉燕吗?当年她被封为是台湾第一媳妇,因为她演的京式媳妇,在里面扮演对爱忠贞不渝的白心莲,陈文秘密。 不得不说张玉燕是一个比较冷门的女明星了,毕竟她成名后一直都还是很低调的。 其实,张玉燕不管是古装还是现代装扮,都是很惊艳的。 当年的张玉燕,经常是和林瑞阳、马景涛、孙兴、焦恩俊这些当红小生搭档拍戏。 张玉燕就是有一个特别的气质,看着很是温暖动人。 而张玉燕一直都没有结婚,当年她和谢祖武曾经有过一段感情,恋爱三年后分手收局。 虽然张玉燕已经52岁了,但是整个人看着依然很美,很气质,很优雅。 而对比看看同样是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的肖强,只是小两岁,但是整个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 经历了几次豪门男友后,最后肖强找了一个90后男友一起。 现在的肖强,或许是因为妆太浓了,把她更美的一面都被遮住了。 而且脸也开始没那么自然的感觉,看着就感觉哪里怪怪的。 这个当年有着台湾第一美女的女明星,演过经典的林诗音,当年的那么美丽,最后到老却没维持下去,并且也没让美貌流传下来,难免可惜。 而52岁张玉燕和50岁肖强,虽然张玉燕比肖强大两岁,但是不少网友都说,像张玉燕这样的天然脸就算老去,看着也很自然,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优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